作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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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Every time I meet you I love you My love 多麼幸運你在 每一秒需要你的時候 Oh want you, I love you 快给我手,带着我梦游 带着我梦想环游 越黑暗越歌唱,越频繁越发光 越是痛得哭了,越是笑着成长 越挥不动翅膀,越是想要飞翔 越是逆着风浪,越是想着光 笑容里有沧桑,眉目里有风霜 不许旁人眼光,成就非凡梦想 抬成珍珠全场,母后望着光芒 照亮我的笛像,站在你身旁 我捐的钱会变成十所希望小学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确实 小波回家 对啊 这辆车我已经养不起了 明天就要还给我爸了 在之前我想最后爽一下 要不要坐 行 等一下 怎么了 新闻说 惠美跟一个小孩被拍了 说那小孩是惠美的私生子 感觉下班时间发布 真是不嫌事大啊 其实之前我也早有耳闻 这事到底是真的假的 不告诉你 我跟你说啊 这事对我们至关重要 黄金一般 刚刚宣布阵容 那你希望它是真的呢 还是假的 我有什么希望真的假的 那我这么问 你希望惠美是单身呢 还是已婚 这么一针见血 你 告诉你也行 但是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行你说吧 明天早上 还是让我来送你上班 没问题啊 一言为定 好啊 那我告诉你 我 假的 失望了吧 怎么会 起来 不是 咱俩就咱俩 siinä 但是你咱俩都流流流流流流流 把尘儿都流流流流流流流发 那我 communion用手 pounds 谁会 我需要再加热水 我需要?. 他对准ري 好像有没有 那孩子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你们星天现在是她的经济方 也不知道 杰瑞问过了 但是她拒绝沟通 可不管怎样 那个孩子肯定不是她的 我就不明白了 惠美怎么就不给自己澄清呢 这完全不是她的性格 她一定有她的理由 惠美刚被法国的品牌 选为亚洲去的代言人 可是我昨天晚上 听一个法国朋友说 就因为这件事 对方要解约了 说是惠美损害了 他们想要的那种 独立女性的形象 淳于啊 这种国际大单被退约 输入损失是小 可如果由此损害了她的声誉 那会对她以后的事业 造成长远的影响 这事我听说了 我直话直说 我认为你们星天的 经济部太弱了 这件事他们根本 不可能搞定的 我希望你能够亲自出马 惠美是我前到星天的 我则无旁贷 你放心 一大早来打扰你 很不好意思 哪儿的话 我走了 别的 哎呀 就要跟你告别了 我的小情人 你说这话 肉不肉麻啊 恶不恶心 小布谷 我从回国就开这辆车 爱美慧是我开着它 一点一滴建起来的 我对它 真的很有感情 不好意思啊 你能抱抱我吗 为什么 你快点啊 什么 加油 小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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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厉害呀 你这么快就转正了 转正 总编室给我转正了 还什么呀 我是说你转正成 许少女朋友了 怎么可能 你能别瞎扯吗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 昨天他接你下班 今天又来送你上班 你的衣服也没有换 你可真厉害呀 我拜托了 我太忙了 我昨天晚上太多活要干了 所以我没换衣服 你别骗人了 又没有人跟你抢 今儿真是撞邪了 凯文哥早 凯文哥早 小谷来了 来了 淳于总 您昨天要的文件做好了 好 辛苦了 工作表现不错 黄金一般的事有你的功劳 也有许天泽的功劳 主要是许天泽的功劳 嗯 我知道 才能让你去 我没有给你 你真是活胜的 我现在就忘了 我给你云 valley 你看 你不ου pecamin 你为什么要不定 我好 我跟声音 你那个 不用麻烦 我觉得这电脑 真挺好用的 共享信息不方便 我不怕您看 我的上网记录 真的 我不想看 你的上网记录 关门 关门 办手机去啊 去啊 雷姐等着你啊 凯文哥 淳于总为什么生气啊 生气 是吗 是不是我又做错什么事了 就算真生气 也不是因为你 真的吗 我看他呀 现在是对你好的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好了 你这话是 什么意思啊 都跟你破格转正了 你还看不出来啊 真是 一个堂堂魔鬼鱼 这点事都忍不住 别想了 快走吧 到底为什么生气 我去弄清楚 干了六七年了 没你得宠 我看着你晕 走走走 去去去 去去去 找 Stri Г 又犯什么病呢这是 都不是跟你说了吗 想要情路顺利 工作上别走太近 别走太近 怎么就不听呢你 你就算沉不住气 你也不能 这么着急给他转正啊你 你跟谁置气呢这是又 你刚才把人小谷都吓掉了 你知不知道 大哥 还是那句话 你心里有什么憋屈的话 你说出来行不行 我求求你了 谁欺负你了 有小的门在呢呀 你别怕呀 你总自虐干嘛 你说哪回你自虐 最后受苦不是我们 巴不得出去 帮你打架去 出去 你到底怎么了呀 这是你说行不行啊 莫姑娘因为小谷的事 有点后悔了是不是 刚才大公公司 不是假公祭司了是不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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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那些主意呢 我就那么一说 你也别太当为事 别往心里去 留总编室就留着吧 小谷这丫头路子也 说不定不会影响你们感情 你话那么多呢 能闭会嘴吗 我不是为你还说 你知道什么叫闭嘴吗 你查清楚 欣辉美是在哪儿被拍的 还有 找杰瑞把她日程给我 找杰瑞 雷总 你说淳于总 对我是不是真挺好的 你看八卦新闻了吗 她们说新闻的隐婚 按她的性格 她应该马上出来澄清的 但她并没有 之前我还以为是谣言 但今天好多爱美会的粉丝 都相信是真的了 那她就是结婚了对吧 还是隐婚 雷总 我跟你说啊 我之前还以为她喜欢 淳于总的 我真不明白 你这智商怎么忽高忽低的 弱智起来就跟个傻子似的 布小谷 你了解现在的状况吗 什么的状况啊 淳总刚上任不久 争议事件就接耳连三 现在又破格提拔你 这个时期非常敏感 你不明白 我不管你心里在想什么 都不要做出不恰当的举动 对淳于乔造成不良影响 你明白吗 你晚上想吃什么呀 问你这几天乖不乖 妈 江雨 我们走 回去吧 来 快快快去吧 慧美 车钥匙给我 你怎么来了 淳总让我来的 车钥匙给我 她就在这门口等你 快去吧 好 来 有人来了 好像他要上车 怎么是个男的 这个男的怎么上 新灰美的车 什么情况 喂喂 车走了 车走了 行 我们追车 你们盯住人啊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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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今天谢谢你啊 今天谢谢你啊 应该是我感谢你 愿意相信我 当然要相信你了 那现在能告诉我了吗 他叫小允 是我父亲的儿子 在这个事情之前 我从来都不知道 我父亲会出轨 我妈妈知道小允的存在 但是不认识他 我父亲答应不再 和那个女人联系 才保住了他们的婚姻 但他确实是我的亲弟弟 我给了那个女人一笔钱 他就扔下小允出国去了 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也不能让父母的事情 曝光在大众的视线里面 我必须得保护他 你真的很坚强 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强 但是现在孩子已经曝光了 你父母不会不知道 压力很快就会来 走一步说一步吧 那下一步呢 你想拿自己的名誉来挡 老大老小的小 我总比他们能扛吧 你可以保护所有人 但是你更值得被好好地保护起来 有你这句话就扣了 其实娱乐圈的舆论 说大很大 但其实也 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现在有一个孩子 所以如果 找个男朋友 你身边追求你的人应该很多 你身边追求你的人应该很多 而且优秀的人也会不少 所以 就比如说 林思默 听说你们两个人 都混成哥们儿了 挺仗义啊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没有具体指谁 我只是觉得 就我之前处理这样的 问题的经验来看 最容易减低伤害的方法 就是快逗战乱嘛 娱乐圈里面 恋爱是最快得到 那如果你要不介意 公布你自己的任性 谢谢你今天帮我 但是如果你再继续说下去的话 我就要带着小语 从这个房间走出去了 麻烦你 也不至于 只是我的性格 我只会为了恋爱而恋爱 只会跟自己 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 这个时候 什么也别说 你只需要清楚 你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天后新惠美《隐婚游子》被爆超过一周 新天官方尚无任何回应 传闻基本作时 曾经崇拜惠美的粉丝 很多也是大跌引进 表示伤心失望 那就不可能 真人 是这样 农美今天说他为了不影响 《十二本王》和黄金一班的合作 和自己之前推出节目 但我觉得我不能这么对她呀 那么又没有什么办法回溯 你说怎么办呢 再想想办法 淳于总 吃药了 那天 你 要我去喝东西 有没有时间一起喝东西 师兄 哪天 不记得了 挺好 还有 你让我去顺风码头 那天啊 那天 我跟您说完之后 我觉得自己特别傻 您那么忙 怎么会有时间去呢 我去了 我不知道那天是你过生日 我也不知道那天 有人给你筹备 所以我更不知道 你为什么让我去 那天说完我就后悔了 你说我们小孩儿那种过家家的 什么生日宴会 您怎么会感兴趣呢 对吧 我知道了 这你刚才我们从来都不是一类人 我 我 我不管你心里在想什么 都不要做出不恰当的举动 对淳于桥造成不良影响 你明白吗 我怎么会胡思乱想呢 我不会的 您是领导 师兄 是我的偶像 我们两个的差距太大了 我应该跟您好好学习 我知道了 那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你是一个合格的员工 现在已经转正了 以后 就好好共识吧 淳于总 您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了 你工作去了 别总说没事 您要是心里有什么 不舒服或者是 有什么不开心的 您就跟我说 没有 我本来就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有 本来我们就不是一类人 过去不是 现在更不是 我也没有什么开心 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 除了工作 我什么都无所谓 所以现在 契约解除 您说什么 不明白吧 不明白更好 出去吧 不明白了 你不是什么 我说什么 不明白了 请不吝点 我说什么 你不明白了 还是有什么 不明白了 我说什么 不明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七月 刚离开学校半年就学会喝闷酒了 服务员来瓶啤酒 姓姐 听说你长男朋友了 超级富二代 姓姐 你别给我夏天乱了 我跟他超级富二代许天泽啊 你逗我呢 怎么可能 谢谢 有什么不可能 除非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你对老大是认真的吗 我对他不是喜欢两个字 就能说亲口 我是因为他才来到咱们公司的 要不然 我怎么可能有这半年的变化 有这半年的经历 你可能不知道 你可能不知道 我生活里的每一天 全部都是他 全都是他 全都是他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特别可笑 我觉得我跟他离得好远 他跟我离得也好远 他跟我说一句话 我直接智力直线下降 时间转 转不停 如果他跟我说两句话 如果他跟我说两句话 我直接智力直线下降 我就变成了一个智障 我就变成了一个智障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在老大还没离开我的时候呢 我和凯文就在他身边很多年了 这些年 我们看着老大在感情上 经历这些 那些 所以很明白 老大能有喜欢的人 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他之前到底发生什么 这你不应该问我 既然爱一个人 你就应该自己去打开他 明白他 就表白吧 敢吗 我敢 可是雷总说了 如果我靠近他的话 就会给他造成麻烦 布小谷 你来这也大半年了 你不觉得我们做所有事 都面对着悲意吗 在幸福面前 何必考虑什么人事压力 真没事啊 好好不说二遍 等一下 你把他家地址告诉我 我不想再借着工作的名义 靠近他 这件事跟工作毫无关系 我要明明白白地跟他说 好 完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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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好 谁啊 你是 我有工作要汇报 她已经下班了 给她留一点私人空间好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现场的各位媒体同仁 以及正在电视机前和网络平台前 收看直播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十二歌王第三季 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首先请允许我们大家 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出二零零七 黄金一班 加中国天后 新惠美 这边瓜 谢谢 再次感谢各位的掌声 也再次欢迎各位 十二歌王第三季 将于下个月重新起步 在下季的节目当中 我们不仅将融入全新的节目改版 同时我们的黄金一班 也将写众多的天才学员 在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舞台上 为大家奉献出一场又一场 精彩的视频盛宴 而关于下一季节目改版的细节 各位媒体同仁 接下来可以自由提问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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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环节了 医院准备 上门 是 其实我知道大家想问的是什么 几天前我确实是单身 没有处在任何情感关系中 更没有结过婚 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那你男朋友是谁啊 你男朋友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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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惠妹 说一下吧 现在我就要隆重介绍一下 我的男朋友 《星天娱乐》的网友 淳于常先生 他什么事啊 他什么事啊 天哪 他什么事啊 他什么事啊 你能不能在一起 要不要啊 天哪 再加一个麦 好 新惠美爆炸性地公布了恋情 此前的隐婚传闻被证明为谣言 新病先后男友是被誉为天才制作人的陈于乔 现在实际到 进去吧 洛林姐 我等你很久了 坐吧 洛林姐 我没有想到我真的可以见到你 我从中学就开始听你的歌 我是一点一点模仿你 才走上唱歌这条路的 我不会喝酒 我知道你 去年的十二歌往我看了 这些年在圈子里除了我 我还没有碰到像你这种声线的 你去年就小有名气了 怎么会去酒吧上班呢 为什么没有牵到星天 我复活赛那一期新惠美导师 因为我跟淳于总制作人闹不愉快了 那件事情闹得挺大的 DTS卫视和星天 有很多人虽然都没有说 但是我知道 他们都怪我添麻烦了 可是后来 后来他们两个人又在一起了 我就觉得 好复杂呀 他们都是大人物 我是真的不敢 卷进这些市里面 后来星天的经济部找过我 我没敢签 他们也就没再理我了 淳于乔和星惠美闹事 其实不是因为你 是因为我 吓到了吧 我其实不是胆子小 是 是淳于总制作人 真的有点怕他 我教你唱歌 愿意吗 真的吗 我这里有一首难度很高的歌曲 这么多年 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正好你的声线跟我很像 我可以亲自叫你 您是说 字字声 请进 杰里哥 小谷 淳总在吗 他在 毛毛 他最近要去美国出差了 可能在准备一些 要去出差的东西 又出差了 您是有什么事吧 我去帮您通报医生 好 淳于总 詹瑞哥找您 进来 是 淳于总 我来跟您请示一下 能不能要一份 您的工作日程啊 经济部要我的工作日程干吗 是这样啊 我想看看您每天的工作时间情况 回去我跟惠美好好协商一下 黑中 他要做药 你做个专业啊 你做回家的工作 您应该要跟那个地工作 因为你需要 所谓的工作 是 第一个 资源 人家的工作 其他工作 你也要有些工程 可以帮助 你用一个工作 他个人的发展 是以自己的主见为准 所以作为他的经纪人 我也不方便说什么 可是 对 当然要尊重他的意思 当然他一向都很敬业 工作上一直都很认真 您说的都对 但是 他现在谈恋爱了呀 你去给杰瑞倒点儿喝的 好 春总 我知道我在这儿说这个不太合适 但是慧美的心思我明白 他现在之所以让自己 有这么多的空间时间 就是想着万一那天 你如果空了 他就能多陪一陪你 你们就能在一起多待一下 毕竟你们刚刚宣布恋情 现在是热恋气呢 慧美的闻人您知道 她很要强 所以很多话她不会说出来 你们两个都那么忙 所以我想着 如果把你们的日程协调一下 这样对于工作 对于生活 可能都有更好的安排 最主要的是 她有工作空等着你啊 作为经纪人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 作为经纪人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 嗯 这么忙啊 她从美国回来下一个月也都是忙的 对 而且这些时间随时都在变动 那这样啊 我们的随时保持联系 如果淳总这儿有什么变化 我也让慧美这儿调一下 让他们两个多点时间见面 好嘞 咱们两个啊 只要把两个老板照顾好了 让他们过得幸福一点 就有一些万事大吉了 对 行 你忙 我走了啊 好 如果跟MSG谈成的话 公司的价值真是质得飞跃 拉锯站这么久了 一定要把这一次的事情给谈成 我已经做了点持久站的准备 十二公安开播 全靠你们自己了啊 放心吧 老大 有我跟孙总联合监制 不会 不会出差错的 看到淳于总能从 制作一线解放出来 我是最高兴的 有什么情况 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不要管时差的事 我在美国会二十四 小时开机 别操心了 我们会充分享受 你不在星天的日子 夏果 都是这儿 妈 好久没见 越来越漂亮了 谢谢 啊 啊 嗯 嗯 我跟 你怎麼來了 來看你啊 你不是要去美國出差嗎 我可是人生第一次嘗試 傳說中的辦公室戀愛 我這個辦公室條件好像 也就就就就是這樣呢 不好意思啊我 我 我應該騰出空來在出差之前 多找時間陪陪你的 我疏忽了 你這個人啊是夠疏忽的 人家第一次 這麼大仗旗鼓地談戀愛 卻連個男朋友的人影都看不到 慧美 我可能在談戀愛這事上吧 有點生疏 好吧我其實就是 不太擅長談戀愛 我這些年呢 一直都把工作拍得很滿 每天加班也是常態 為什麼我說什麼事情 你都這麼認真呢 那不是應該的嗎 這是我作為男朋友的義務啊 義務 跟我新婚美談戀愛 用不著拿出近義務的心態 任何喜歡我的人 適應我的魅力 愛我的人適應我的心 你不需要做出以身相許 用人負責的這種狀態 來 我現在是不是應該說句 什麼討好的話 但是我又想不起來 慧美我 我剛剛說的話 不是那個意思 但是如果你非要生氣的話 那我就也沒辦法 好了 開個玩笑 好嗎 移路平安 嗯 好 好 好 董事長說他先走了 讓您坐這輛車 嗯那個 詹瑞哥交代過我了 您在美國日程商 要讓有什麼改變 隨時通知我 我二十四小時開機 以後我日程商的事 你不用管了 誰到來天安排 誰留下心處在 哦 越親密越傷害 越親密越傷害 過程過好或壞 回憶不曾留白 對未來的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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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給出我的現在 想給出我的現在 我當然期待 我當然期待 我愛你這三個字 啊 倒過來 倒過來